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老师传来的讯息 他说想和我分享一件事 他有个学生是国三的小男生少杰 他在学习上因为视资量不多 所以有些不顺利 去年他爱上骑脚踏车 同时也开始研究机车 就在那时候刚好看到了我的影片 就开始看 每支影片都会看 也常常和老师分享 他在影片中看到了什么 这学期开始老师发现 少杰的视资量变多了 有着非常明显的进步 老师问他为什么会进步这么快 少杰说 因为他一直在看台北骑士的影片 有字幕 搭配旁白的声音 就这样认识了很多次 老师听完后 觉得实在太神奇了 平常在学校 学习有困难的孩子 因为找到了适合他的影片 拍起了新的学习机会 老师说少杰 真的非常喜欢台北骑士的影片 老师和少杰说 他会写讯息告诉我这件事 并希望如果我有空 可以写一段话给少杰 帮他加油打气 那就会是他国三毕业 最棒的礼物 不方便也没关系 老师说只是想让我知道这件事 并会继续支持台北骑士的频道 我还记得那天 我和同事正在聚餐 在昏暗的光线下 读完这则讯息 那时我竟一时不知道 该说些什么 一阵鼻酸 心绪复杂 回家后我就回复老师 谢谢他告诉我这件事 对我来说是很棒的回馈 也更让我相信我做的 热爱的事情是有意义的事 我想这也算另类的教学相长吧 我觉得很感动 所以我告诉老师 会再提供写给少杰加油的话 并送他一件帽梯和贴纸 过了几天后再度收到老师的讯息 老师说 少杰开心的打开了包裹 好漂亮的颜色 粉红色的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外卫 什么是什么 这个面 有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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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哎 哇 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看一下 嗯 我可以贴上这个张眼 老师也和少杰的母亲说了这件事 少杰妈妈很热情地说 要招待我去他们家的小吃店吃饭 在新竹西大陆棒球场附近 一家宵夜时段的重庆水煮鱼料理 少杰妈妈是重庆人 所以口味做得非常道地 如果我有时间一定要去看看 既然少杰妈妈都如此盛情要约 于是我就透过老师 和他们约了一个周六晚上 前往新竹 往少杰他们家店面的路 其实非常简单 上台六一西冰后一路往南 到新竹要进入平面断石 转上台六八往东 在下第一个车道后不久 就到了棒球场附近的西大陆 晚上七点半多出发 两个小时以内就抵达了店面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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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开心看到你 哈啰 哈啰 我哥哥也是你的粉丝 我知道啊 你们老是有跟我讲啊 哈啰 你哥也在吗 我哥哥在啊 在前面 对 哦 是那个吗 诶 他穿我的衣服 他穿你的衣服 哈啰 然后那个点点是你毛喔 对对 那我忙 哦好好 我去跟他打个招呼 哈啰 你好 你好 这边可以坐 好好好 好好好 他说这是一份嘛 然后 鱼一碗白饭 对 那我就鱼囉 鱼 鱼 鱼 那我牛 鱼 台北鲤鱼 你们辣度是大中小辣 你们的很辣吗 我牛肉小辣 牛肉小辣 小辣 小辣是会很辣吗 就有一点 小辣就会倒地了 就有一点小辣 味道很重 那就小辣好了 小小辣 这个好吃喔 我也是一大口饭 哇 水煮魚聽起來很清淡 實則是一道川菜料理 用新鮮的魚加上辣椒烹煮 口感滑嫩,油而不膩 既去除了魚的腥味 又保持了肉質的鮮嫩 鮮紅的辣椒 從視覺就已經刺激了唾現 實際嘗起來 辣而不燥,麻而不苦 溫潤而勾魂 都是這個肉 水煮牛肉 謝謝 謝謝 我都很溫柔 你不能吃 我都很溫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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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超有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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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顆那個 就肉我真的沒有吃的 好像有又好像沒有 我都沒用吃 我都沒用吃 沒有喝湯吧 肉我們沒吃的 我沒吃 肉超嫩 對 這樣 經歸天人 那我要抓一塊 味道還可以 很好吃 很好吃 我下次 我喜歡吃辣 如果這個時間來的話 會再來吃 超棒 謝謝 因為我本來就很喜歡吃辣 你問他 好 我們禮拜一就比較少 嗯 嗯 嗯 好 請你們吃 這是嗆愛土豆絲 謝謝 哇好多 好多喔 這個也很好吃 你們用拍照 你要錄個 對 這個醬飯吃 哇 太多了吧 這就是我呢 好謝謝謝謝 謝謝 我媽媽都再給你 感謝感謝 謝謝 這叫菜魚 叫水魚 一桌 還是主獎 沒事 為什麼不好意思 妳們坐著 我們很好聊的 我想說妳們太忙了 對 一直忙進忙出的 所以應該都在9點 開會不會很 對啊就是剛開的時候 剛開 忙一個小時 然後等一下再忙一次 就是吃宵夜場 大概十二點之後應該還會再吃 喔 早知休 就要看了 可以嗎 那是活蹤嗎 活蹤 我超喜歡看你的影片的 小的就受哥哥的影響 喔 那是你先看到的 他先 我先看到那個三十歲的P 環島 我也是喔 這個 我想說要你們帶回去吃 因為我用盒子裝那個油會溢出來 是那個香辣自然油的 哇 很好吃 這個味道就重 比較麻糬味道還要重 喔 對 好棒 好 你可以配酒 天啊 那好吃 等一下都可以配酒 我們還想說等一下再外帶一些文具 少傑之所以在學習上 比較不順利 是因為小時候都帶在重慶 讀的是簡體字 聽到的是那裡的語言 來到台灣後 曾經熟識的文字話語 都變成了遠方的事物 無法應付迫近眼前的生活 尤其是在國小國中 這種正在學習成長的階段 這些語言文字上的不同 讓溝通理解可能都不太順暢 更遑論吸收與應用 不過少傑也相當乖巧努力 我相信他一定會越來越好 少傑和哥哥認真的和母親 一起經營生意的樣子 是一幅很美很凝聚的畫面 從簡單的互動中就可以感受到母子三人 神渴的羈絆 神渴的羈絆 他便當去加辣會神奇 有時候幫他買便當去沒有辣椒 他會說 怎麼沒有辣椒 你跟你說要加辣椒 而就像我影響了我妹妹 看了電影聽了音樂一樣 少傑的哥哥 其實就是讓少傑開始看我影片的原因 少傑的哥哥也因為我的影片 踏入擋車的世界 買了一台CBR150R 一、二、三 一、二、三 你不行啦 我想你們下次再來 不會啊 還是要啦 要收一下 你們剛剛湧過來 真的 下次 有機會你們再下來 好喔 那我們差不多要回去囉 掰掰 下次再來齁 好好好 好掰掰 謝謝囉 掰掰 我們從9點半就這樣邊吃邊聊 待到了12點左右 才終於踏上回程 回家的路一樣是從台68轉台61一路北上 很快就可以回到台北 其實我大學讀的是師大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一個主要培育國高中公民老師 以及國中同軍老師的學系 我入學的那年 師陪生的名額只有40% 也許是因為未來少子化 也許是因為要提升學校的綜合競爭力 因此從師大畢業的學生 有一半以上都不會當老師 不過我相信 讀師大的人也未必都是想當老師 才去的 我讀師大也只是因為當時分數剛好到 又是國立大學 學費便宜 所以就先讀再說 我不排斥細項的科目 基礎的政治學 經濟學 社會學 法學 文化人類學等 但對於在大一 就必須決定志向 申請教育學成 踏上失陪之路 我當時抱持著懷疑 無法這麼快就下決定 未來長期投身的領域 最後幾斤考量 不休教程 這個決定 其實也是有兩個後悔的時刻 首先 在大學生以來中 有幾次的應對活動 可以實際接觸到學生 從而感受到教育 帶給學生的不只有知識 可能是行塑人生的指引 也可能是照亮徬徨的燈塔 而學生的成長 也能回饋給自身 令已經定型的成年人 產生某些動搖 或是心靈的蛻變 看到某種希望和純粹 純真的美好 再說現實面 當大學畢業後一年 修教育學成的同學們 在缺額剛好很多的當年 紛紛考上教職 取得當時相對優渥的薪資 讓還在徬徨未來的我 後悔當時沒有野頭生教程 即使現在 我已經摸索出一條路 但偶爾 還是會覺得如果有機會 能陪著學生 一起在書生朗朗 終生回當的校園 陽光灑落的中庭 樹影搖晃 度過最青春的歲月 走過生命中很重要的一段路 是很有意義 也很嚮往的事 雖然畢業後做的幾份工作 多少都和教育可以扯上關係 始終不是名正言順的 可以帶給學生們點什麼 但現在 因為做機車旅行影片 用了非常迂迴的方式 圓滿了曾經 也想為教育事業 付出點心力的嚮往 真的很開心 曾經的後悔 變成柳暗花明的豁然 水到渠成的無悔 往台北的路 在今夜中逆風前行 但我卻覺得這段路 走得很輕盈 好緊張 蟹餅 因為有些還會有 高度的地方 找一支 起碼生了 不停飛啊 寶貝 你跟妳吃完嗎 那妳也要吃完嗎 我很謝謝台北騎士給我這件衣服 然後貼紙 我覺得我在看台北騎士的影片很放鬆心情 也有想出去玩的衝動 只是我現在只有15歲 還沒有18歲 還沒有自己的車子 所以只能看看你的影片過過癮 放鬆心情這樣子 啊我哥哥他也是你的粉絲 他之前看你的影片 覺得你的影片很好 說你的影片都是講一些環島啊 美景那一些 所以我哥哥看了影片之後呢 也自己簽了一台CBR 也自己到處趴趴走 也到處去武林啊 去台東花林這樣子玩 啊我也感覺這樣蠻自由的 然後那個台北騎士很謝謝你 我也很支持你的影片 希望你可以百萬訂閱 然後我媽媽說 他也很謝謝你送我這件衣服 我們家有開一個叫做重慶水煮魚的店 在那個新竹市西大陸 我媽媽說希望台北騎士可以來吃 來吃吃看我們的 我們是星期一下午六點 然後至晚上凌晨一點 禮拜二跟禮拜日都是晚上八點 九點一夜 然後禮拜四跟禮拜日都休息 歡迎台北騎士來 台北騎士謝謝 很謝謝你送我這些東西 我也會繼續支持你的影片 謝謝 謝謝